哈喽,欢迎回来,It's Drain You,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是一个我的高兴吗? 哎呀,我是一天都没有休息 我参加完了朋友的婚礼,然后又回自己外婆奶奶家 然后又回自己家里 然后今天已经是国庆长假的到时候第二天了 然后来拍这支视频 这次呢有很多的爱用品 都在这里了 我尽量画少一点,快速地介绍完 医保算是年度爱用品吧 它的水非常的甜 非常的好喝,比农夫生犬要甜很多 而且是任何时候我去喝它 我都会觉得,嗯,这是好喝的水 推荐医保的空间水 哎,这个不在计划之内 好,第一件真正的爱用品是这个steamerate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 它是一个瑞典品牌的毛球修剪器 这个产品,我看中它很久了 其实他们家我看中第一个产品是那个挂烫机 但是因为价格我觉得是蛮高的了 要一千多块 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买 然后看到他们家出毛球修剪器 他们官方宣称是可以喝不比较娇弱的衣物的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心动 想要试一下 哦,非常好用 guys,它是我的lifesav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是那种针织的毛线衫毛衣类的 然后去修剪的时候 就会经常把我的衣服给修破一个洞 有点丝绸质感的睡衣或者是那种丝织的衬衫类的 像这种很细的量子 它就会起那种很密很小的那种球球 这种毛球过小就弄不下来 有了这款修剪器的时候 一切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它就是修这种非常非常密的毛球的时候 它直接这样推过去 然后那一条就被修得干干净净 一点都不上衣服 你看,before and after 哇,色超点,然后一点损坏都没有 那这个品牌呢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窗里的 结合了时尚美学和高科技 它的背后呢有一个凹槽的设计 说是直接可以这样子去抓住的 然后底部的这个壳呢是吸铁设计 直接这样子就好好拿下来又放上去 超级好看 它就算作为一个摆设我都觉得很可爱 使用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样 它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 捂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那么符合人体工学 然后它的噪音还是蛮响的 OK,第二件单品呢 来说一个最近全网非常火的一个化妆师的美中品牌 就是毛哥平的品牌 它是柔光收眼粉高色号是101 嗯,这个粉高呢 我是在看其他博主的视频的时候种草 当时有博主说它这个秀容高的颜色怪怪的 但是我从视频上看出来 我觉得那个秀容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 Ruby 打开里面呢有一个复配的小刷子 这个小刷子非常非常的好用 正因为这把刷子我突然爱上了这种形状的刷子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垫片 我的使用方法就是直接用这个小刷子 沾这个粉高 我都不用其他刷子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刷子 是最最合适的 它摸起来是这种很柔滑的质地 那色调呢是不偏灰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亚洲人的一个修容的颜色 看这个刷子呢它可以让这个秀容高扫得非常的均匀快速 然后又非常的精准 有的时候我就想要那种很自然的修容 我不想要那种很sculpting的感觉 这一款呢就是会让整个皮肤有种变暖一点点的感觉 然后同时整块骨骼是往里面有点收紧的感觉 我看到徐老师被各国化妆师化妆的那一系列视频之后 我觉得毛哥廷老师真的是最懂我们亚洲人的妆容 真的是可以把女性化得非常的柔美 这个修容高呢是我试的第一款毛老师的彩妆品 我个人非常喜欢 ok 接下去呢是一个香氛吧 它是 我好像是618的时候买的吧 我不记得了我查一下哦 嗯对它是我618的时候买的 它是PF Kendall 这一款是Teakwood and Tobacco 就是幼木和烟草味 它的前调是柑橘琥珀和烟草 中调是红茶和幼木 后调呢是香檀香和雪松 我经常就是打开盖子这样子去闻一下 就经常我要这样子去闻一下 因为它的味道会让我觉得 嗯让我的神经非常的放松之外 它还有那种把空气给清干净的感觉 因为它是那种听上去幼木烟草 是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 但其实它是那种让我觉得是香皂肥皂的 那种干净的味道的感觉 然后里面加了一点木质香料在里面 然后又有一点点的那种皮革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好闻 强烈安利给大家这款的评分 Probably is 10 ok 接下去呢是我最近在吃的保健品 是Biosit的美白丸和烫糖丸 这款呢是美白丸 它是这样子的胶囊和形式 Biosit呢是我之前看一个长期生活在法国的博主 叫做Selina 他推荐了他们家的胶囊蛋白粉 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品牌的功课 这个品牌呢是2006年的时候 一位药剂学博士Dr.Philip 他创立的 他连续9年融合了维多利亚的美容大奖 那为什么我要吃美白丸呢 我其实追求的不是白 而是肤色的一个明亮感 最近发现关于衰老的另外一个指针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每次在说到衰老的时候 我们第一想到的可能是松弛还有皱纹 但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一点 皮肤的暗沉是第一指 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很疲惫很累 而且我之前去做过一个皮肤仪器的检测嘛 然后显示出我皮肤底下还有很多的色斑 还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呢我现在在尝试Bill Seed的美白丸 那么这款美白丸呢 那在他们整个系列里面算是比较基础的那一款 它主要是针对比较容易晒黑 而且有晒斑的人群 这个配方里面呢有一个明星主打成分 叫做Skin Ax Fone 官方宣称它可以在两个月内使黑眼圈 黑眼圈呢减少19% 我当时是看到黑眼圈这个第一反应 哇这是智商税嘛 所以呢我就去上他们的官网看了一下 那官网呢非常直白的贴了一个论文的链接 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的指定评论的下面 那它美白相关的测试呢是通过CLBT来评分的 CLBT呢包括了Coloring 色度 Lumiosity 光泽度 Brightness 亮白度 和Transparency 透明度 这四个维度呢来进行测试 还有一些特别的皮肤上的色斑啊 黑眼圈啊 等等等等 具体的一些指标 而且不仅如此哦 这个实验其实还包括皮肤的一个紧致度和弹性测 我看到测试紧致度的那个仪器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个叫做CUTOMET的非常专业的皮肤弹性测试仪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样的文章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趁着秋冬然后把夏季晒黑的皮肤摆回来的美子 或者说跟我一样容易有晒斑或者皮肤底层容易有一些浅在的色斑的女神 都是可以考虑看看的 然后呢另外一盒是抗糖丸 那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叠吃不同的营养补充剂一定一定要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成分表 如果你看到有重复的成分的或者是超过医生每日推荐剂量的就不要叠起来吃 抗糖的这个我还没有吃 抗糖的话像特别喜欢日常饮食特别喜欢吃高糖啊碳水的人群可以试一下 特别推荐给喜欢喝奶茶的周杰伦 接下去呢是一款3的卸妆油 这个是3的平衡精脆卸妆油 对我最近呢用了好几种卸妆油而且有好几个空瓶 然后这一款呢是我觉得目前我用到在卸妆油里面是最出色的一款 有一阵我下巴这边长了很多闭口 就是手摸上去是那种一粒一粒非常不平滑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它的功效还是我等会要介绍的另外一款面霜的功效 我用它三天之后我下巴的闭口一下子就平滑了 我就觉得嗯因为我当时的护肤的routine只换了这个卸妆油和只换了那款面霜 那两个搭配结合使用 我现在下巴摸起来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我觉得可能有它的功效在吧 我自己是敏感干净皮肤 我用它也觉得非常的温和 我另外一个非常喜欢它的点是它的香味 嗯这个味道真的是让我睡前卸妆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方便 它里面的精油是那种非常有气质的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苦的那种柑橘的一个精油的味道 很多卸妆油乳化起来就是一秒变白嘛 它是那种变成微微的乳白有点半透的那种乳白的感觉 下来下一个下一个呢是一套欧莱雅的防托小蓝瓶加小黑瓶的系列 这一套呢是loreal的公关小姐姐寄给我的 小黑瓶呢主打防托小蓝瓶呢主打风吟 我打算呢先把小黑瓶给用完 然后呢再去用小蓝瓶 我现在是小黑瓶用了两周左右的样子 它们家主打就是拯救你的发际性 拯救你的猫耳朵 因为很多人是M字脱发嘛 就像个猫耳朵一样 我要不要给你们看呢 看我的猫耳朵可以延到很后面 最近我觉得已经长出了很多这种 你看小绒毛有没有 到底什么是脱发啊 脱发就是头发 掉发的速度 远远快于新头发生长出来的速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说爱掉发了 像我头发就是掉的比较厉害那段时间 我可以明显感受到 我觉得我的头发比以前要细软了很多 如果你发现你的头发好像开始变细变软了 那你一定要当心 这可能就是秃头前兆 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小蓝瓶做一个日常防脱的护理 然后小黑瓶呢就是你真的需要防脱发 然后使头发重新长回来 那我来讲一下这两瓶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小黑瓶的主要成分呢是生育分 然后它有比较高浓度的一个合手屋的提取物 有一个欧莱亚他们自己专研了20年的一个专利成分 大概是怎么读吧 它的中文名叫做亚美尼斯分子 那亚美尼斯是什么呢 一种活性小分子 帮助保持发量 改善脱发的问题 领袖八分盈 你只有买欧莱亚自己集团下的产品 才能享受到这个功效成分 那小蓝瓶呢主要成分首先呢是亚美尼斯分子 然后它有一种叫做Incel的智能修护体 其实就是一种类神经心胺的成分 然后其次呢它含有不合油 这个也含有不合油 因为这两个用到头皮上都是非常强效的那种凉凉的感觉 它闻起来跟小黑瓶味道是差不多的 都是芹菜味 我非常期待我把这两瓶用完之后的一个头发的状况 到时候我会和大家update一下 先记住我现在的发际线 其实扎马尾上去的时候好像看起来还挺正常的 OK那接下去呢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是我日常会用到的黏柔巾 还有纸巾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它就是梵高的画作 梵高呢应该是我目前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了 大家可以从那幅向日葵看出一半吧 这个呢是大度会艺术博物馆和德宝的合作款 德宝这次的合作款让我非常有想要把它携带在身边的冲动 我最近出门旅行包里都是装着这个小纸巾的 它不只是纸巾那么简单 它更加像一个装饰画一样 而且如果说遇到身边人有需要纸巾的时候 把这个地球去就非常的棒有面子啊 这一款呢是约尾花 约尾花也是我想买来挂在家里墙上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还没有拆的呢 是另外一位画家 是亨利·埃德文克罗斯的作品 《星空下的风景》 然后呢德宝的这个绵肉巾啊 因为我平时用的一直是全年时代的绵肉巾嘛 那就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们家也出绵肉巾了 他们家那个绵肉巾的质感非常的厚 它的发布是这种十字纹的 就是你横着扯和束着扯 它都不怎么会形变 我已经很大力了 这是我日常使用的全年时代的纸巾 这个呢更薄更透明 德宝的呢比较厚实 然后看看全年时代的抗拉扯性 应该算很容易就被拉长的类型 然后这一面的拉扯性 这一面几乎不会被拉伸 我并不是说在评测 这两家哪一家的那个绵肉巾质量更好啊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全年时代很多人在用嘛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德宝作为纸巾界的大佬 我觉得售价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如果是我买了一个有化的联名合作款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接下去呢是另外一个抗皱产品 是路德青的VA纯丰霜 Johnson & Johnson呢它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然后它旗下其实不止美妆产品 它还有强生制药强生医疗器械品 所以强生走的一直是一个比较安全高效 偏医美路线 不是医美路线 偏药妆医疗路线那一点方向的这样一个品牌 这一款晚上呢它已经热销了22年了 国内市场上了路德青的VA纯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拿出来做一个评价推荐的 那当然啦我要和我之前用的另外一款VA纯的产品 来做一个对比 另外一款产品呢也是来自于美妆姐的业内大佬 宝洁集团旗下欧类出的超A品 那这两款呢肯定是竞品啦 就是互为彼此的competitor 这两个要怎么选呢且听我唯一唯道来 德青的这款为纯碗霜呢它是无油配方 同时还服配了维他命原B还有维生素E 做一个比较全功能的抗老 官方是觉得它比较适合抗初老的女生 更年轻一点的妹子也是可以使用它的 它虽然是双状的质地 但其实因为它是无油的嘛 所以它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更加偏水状的感觉 它不会堵塞毛孔 它也不会引起粉刺 比较适合给皮肤偏中性到油性的人群 使用这款抗粥的产品 它也有着微唇一贯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里面的双体比较容易因为随着时间 因为阳化而变黄 路德卿这个晚上就是我说的和3这个协妆 有一起用的 让往下把的那个一粒一粒的颗粒迅速的就抚平了 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毛囊的修整啊 脚质层的代谢啊一定会有比较强效的功能 OLED的这一款首先它不是铝管那种比较厚实的像玻璃一样的包装 这款的A唇呢它并不是传统的VA唇 它是A唇饼酸质 但是虽然说A唇饼酸质也是同属于VA类的成分 但是它的一个抗粥能力和我们比较传统的VA唇的抗粥能力相比 到底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一款会更加强效一点 OLED加入了微脑包裹体技术 所以它并不容易氧化 你放一段时间之后它挤出来呢还是白色的完全不会变黄 那这瓶呢是附配了燕鲜安的 所以它还同时有一定的美白功能 这款虽然是精华 而且它涂开来的肤感是非常轻质的 但是是偏油润一些的 我觉得它虽然是精华 但如果你是中性皮肤 你精华之后没有叠擦其他的产品 这款的保湿能力也是够了的 但是它会有比较明显的滑感 它是那种舒服的贵的质感 它完全不会有不透气的感觉 反而是让人觉得非常轻肤的那种类型 它是早上晚上都可以用的 那这两款各有所长 大家各取所需吧 顺便一提 OLED这瓶其实是很贵的 就差不多要400块人民币了 我觉得价格方面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 我认识的评价的OLED了 Nutrogena这个可能就是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那本月最后一个爱用呢 是一套洗护类的产品 这个是欧莱雅沙龙洗护系列 炫色套章 这个呢是洗发水 这个呢是护发乳 我觉得最贴心的一点 就是L'Oreal考虑到了 消费者日常真实的使用场景 就是说我每次用完一瓶洗发水的时候 我的护发乳可能还剩一半 那他们考虑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 那是特别针对于经常染发的人群 特别是针对这种干枯的 像稻草一样的染后的发质 会帮助你染发的那个色素保持得更久 然后让它的颜色更加的漂亮 这套我用下来 最最最最最 让我觉得有明显变化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用 仿脱发类的洗发水 那一类洗发水呢 就会洗得过于的干净 头皮虽然找不到了 但是我的头发其实我觉得是损伤很大的 而且它越来越细 有的时候我扎头发 都能觉得我头发就没什么份 这套你洗完第一次就会有这种 发型重新有被修护的感觉 对我头发的直径是瞬间 有一点被保护了增厚的感觉 那这里面它的明显成分呢 就是AOX Antioxidant 一个抗氧化的活性物的组合 所以呢它对于头皮也是有一定的抗氧化的帮助的 它的香味是最最最最抽中我的一点 嗯最具识别度的是那种甜的苹果香 副盆子茉莉橙花的味道也是蛮明显的 少女跟妇女 sorry 任何年龄阶层的女生都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的调香 洗完一天之后 它那个发尾的流香都非常的明显 超级超级香的 然后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快速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空瓶吧 我每次用完一个产品 特别是那种洗户类的产品 像这样子 空瓶的时候我就会想立刻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 那一刻真的是超爽的 还好这个我也是前两天反正才刚刚空瓶 趁着这次视频赶紧录掉 不然我肯定会忍不住要把它扔掉 第一个呢是Avon亚芳的小黑群香水沐浴露 买的时候它还是邓伦代言的 黑群是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一个东方画香调 所以它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的考验的 我挤出来给大家看 它是挤出来一个微微有点黄色的 然后里面还带有金色小猪猪 里面的小猪猪呢是含有芳香滋养精华的 它并不是磨砂 它是你按摩到皮肤上 你感觉不到它是一粒一粒的 这个味道我乍一闻的时候 我觉得很香 但是闻久了闻久了 我觉得还挺上瘾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经典优雅的东方花香调 它的香味是很贺本那一类的女生 就是 非常像我以前英语老师或者语文老师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它永远就是微笑的 也不会说脏话的那种感 非常满足我对一支沐浴露所有的要求吧 一个是流香一个是洗净力要强 它的洗净力在沐浴露里面 我觉得绝对是算比较强效的 就是运动完之后用它也完全是够了的 然后呢是一个卸妆高的空瓶 它是这个Farmacy的小绿瓶 Green Clean小绿瓶 挖出来就是这种绿色的冰淇淋霜的感觉 它的特点就是乳化非常的迅速 而且卸妆力我觉得也是足够的 官方宣称它的成分是非常天然 非常植物的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是它 就是在脸上铺开来之后有一丝丝的浆味 放在这个产品里面非常的大 然后让整个香味一下子都充满了那种很温暖的属性 就是也是很放松身心的那种 而且非常适合冬天的时候用 其实这一瓶有很多很多的推广 我也是被不停不停不停被剥入 不停不停种草这一款之后去买它的 这一款呢用完的速度是很快的 不算一个耐用的产品 可能是个好消息 我对它的喜爱程度呢是中等偏上吧 因为它的乳化速度很快 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也太快了吧 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 我觉得它是评价中的战斗机吧应该算 很不错的一个卸妆高 接下去呢是两个面霜的空瓶 一个是Lamere的Cream 这个Cream我用了好久好久才空瓶 因为我之前很喜欢它们叫Soft Cream 然后Cream我本来以为我会更喜欢Cream的 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最喜欢Soft Cream 用Cream用起来真的是比较麻烦 我之前就是不停乳化乳化乳化半天 我后面都是没有耐心的 如果大家要用这个Cream一定要配一个油 这个天露芬的抗老面部精华油 真的是我用到过油类产品里面 最喜欢的Mail之一 它的香味质感真的是太完美了 我太喜欢这个了 这个我推荐给所有的人 那Lamere这个面霜我最后都是陪着这瓶油 然后才把它用掉的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把它用到 后年马月去 Mail我依然是喜欢的 它对于我皮肤的修护力真的是 手去一指吧应该算 我每一次皮肤有点快要泛红 快要敏感不舒服的时候 我都会立刻用这个 然后一两天真的就可以缓解了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之后会一直一直使用它们的Soft Cream 但Cream的话我觉得 除非就是冬天或者其他时候 我应该不会去用到Cream的 那还有一个面霜空瓶呢 是某一期里面我提到过的 是这个Mission Eclat 它的包装呢 其实有点像CPB的路线 那这款Mission Eclat 它其实售价并不是很贵 就差不多人民币六百块钱大概 但是非常的难买 能在日本的线上才能买到它 然后张贵都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其实是属于Avon的高端系列的面霜产品 使用质感都非常非常的贵富 感觉六百块用出了三千块的面霜的感觉 它相当的滋润 它的滋润程度我觉得比La Mer还要高 它的如果你是用它用一套下来 它整个的保湿程度简直就是 我身边所有护肤瓶里面是Top 1的 而且它的香味是非常贵妇级的那种 兰花型的这种超级高级的这种画像 简直了简直了 而且做的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清淡高雅的这款 不过少说两句吧 因为很难买 然后我手上这个灰色的指甲油呢 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品牌 叫做Mooney Polish 这个产品呢 我又爱又恨 这色号是Groomy Rabbit 就是它的中文名叫做 治愈的兔子先生 这个我在网上看湿色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超好看超迷的 但是涂到我的手上之后 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颜色 一个是买加酒 一个是买加酒 但尽管如此呢 它在我手上 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温柔的灰色 而且它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像保湿一样的光泽 同时我觉得它的刷子并没有做的特别好 你一定要就是做一个分层 不然的话你洗两次澡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均匀的慢慢的掉色的感觉 我觉得不至于吧 什么鬼啊 然后涂完后的气味非常大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颜色 我其实不是很推荐 但是他们家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色版 真的都是那种超级仙气的指甲的颜色 而且别的地方是比较少见的那种 OK跟大家介绍完了我今天手指上的指甲色号呢 结束了 哇这期视频我拍了好久呀 Cheers 好啦本期的爱用品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产品想和大家分享的 但是这一期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OK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